另外帶您看在高雄新潔江商圈旁 最近有一間香火頂線 三四年的廟宇掛上的求壽布條 開價888萬 實際詢問發現原來這只有賣地上使用權 因為土地是國有財產 但為什麼要求壽呢 廟宫說這廟本來供奉武府千歲 已經遷移到屏東 自己身體不好年紀大要退休了 但房仲說如果只有地上權 賣888萬的確不大好賣 但背後恐怕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新潔江商圈沒落 有期疫情之後 商圈房租平均節省了三分之一 而有的攤商想要降房租 還會被罵破壞行情 有後幾個像這樣子的攤販 都已經控制超過一年半以上 租過去 以前最高到三十五萬 到現在變八萬 少了一口氣一個月 少了二十二萬的收入 這樣還不賺佛金老闆 就連把店面盤出去都得有噱頭 像是老闆回美國 百萬設備零元頂讓 還要強調便宜出租 很多店撐不下去 還傳出就算有的房東 想要降租也會被阻止 你房租這樣下來 到這邊的房價都會下 原來今天就一年多就沒有租 因為租金太貴 然後二三十萬 因為店也越收越少 聽說滿多都是房租太貴 儘管店面控制率很高 但還是能看到 有服飾店進駐裝潢 也有大型夾娃娃機 業者來開露面店 疫情發生到現在為止 其實我們的租金都是只剩下三分之一 空店面 他大概就是因為他的面積太大 他的房租會比較貴 那他如果要開店的狀況成本 也比較貴 然後人事款消費用也比較貴 所以目前就是缺少很大型的店進駐 房租貴人潮少 奧斯卡影城歇業後更明顯 招租出售盤繞 新絕疆繁榮的沒落 老高雄人大貪可惜 三菱新聞 劉安靜 吳慧山 高雄無道